世界要好起来 大国要做表率 大国如何相处 攸关人类前途 中国从对世界 对历史负责的高度 积极推动构建 和平共处 总体稳定 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 我们间接抵制美国的错误对华政策 推动探索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面对美方执意把中国作为最主要竞争对手 大肆围堵打压 挑衅 致使中美关系陷入严重困难 中方采取坚决行动 反制 强权巴黎 同时开诚不公沟通 指明正确方向 习近平主席两次应约 同拜登总统通话 在巴黎岛举行三年来 中美元首首次面对面会晤 抛弃中美关系的本质 划出中方的底线 红线 强调应当摒弃 你输我赢 你心我衰的零和博弈思维 确立对话而非对抗 双赢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调 按照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三原则 推动中美关系 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轨 两个元首进行的坦诚深入沟通 富有建设性 战略性 双方都重视中美关系的世界性意义 都强调探索确立中美关系 指导原则的重要性 都希望双民关系尽快止跌回稳 都同意要有效管控分歧 推进务实合作 拜登总统再次重申 四步也无意承诺 并进一步表示 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不寻求把台湾问题作为工具来遏制中国 美方也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 无意阻扰中国经济发展 无意围堵中国 事实一再说明 中美之间脱不了钩 也断不了链 心形势下 中美共同力不是减少了 而是更多了 不中途不对抗 和平共处 这是共同力 深化经济融合 更多从对方发展获益 这也是共同力 提振全球经济 应对气候变化 解决地区热点 这还是共同力 渲染竞争 由百避而无一例 寻求合作 是必须 而不是选择 我们敦促美方信守承诺 把拜登总统所做的 积极表态 附属行动 停止对华 遏制打压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损害中国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为双方沟通合作 创造良好的氛围 我们要求美方改弦更张 树立客观理性的 对华认知 奉行积极务实的 对华政策 共同为中美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 搭建四梁八柱 航实 坚实地基